哈喽 大家好 多謝大家支持我們食老台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心水 在未分享心水之前 麻煩大家可以訂閱我們 訂閱我們的台 按鈴鐺 有新片 立即和大家送上 接下來有一場國際二級賽 金槍六十 究竟可不可以跨季九輪呢 當然機會很大 因為你看他上場贏的姿態 三級賽都贏得脫掉 不斷彈掉了以前的馬王的美麗傳承 不過接下來 星期日也有些人憂 但我覺得他也是穩固的 但我會搏一隻什麼呢 正所謂愛的包包 愛的泡泡 我覺得楊文倫騎那一隻 雨龍共舞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一部電影 大家也知道 有一部電影叫做雨龍共舞 劉德華做男主角的 而且這首歌也是叫做雨龍共舞 最重要是在天邊海角也要一起 雨龍共舞 這個時間 我們看看這隻馬上場 其實我覺得上場呢 當然初跑 即是叫做第一次出 千四是短的 因為這隻馬 你看他贏了六次 三次是千八 三次是一龍五零 所以千四是嚴短 錄檔看到現在都尾四位置了 就是淺藍色衣 紅色帽那隻 他一直都是慢一點 前速沒有那麼快 他都是後追一段 但是千四很明顯嚴短 而且你看看他上次這樣跑 轉彎其實是沒有什麼空位給他跑 即是上上 上上之間 你又沒有什麼位 楊文倫也是拿位方面都比較差 結果回來都是輸四個馬位 但是你看看他整條直路的跑法 你們知道為什麼 這次跑回千六多多二百 我覺得這隻馬一定有幫助 其實他現在我覺得跑千八最好 不過不要緊 轉彎開始你看到 阿卵仔都不斷坐不斷動 這裡開始呢 旁邊呢 嘩 大哥 旁邊又頂住他 你看到八步川雲頂住他 前面那隻川河專區又頂住他 他人家整隻馬都幾乎了 然後又沒有位置又繼續川河專區頂他 然後八步川雲又頂他 他說不跑了都沒有了 就算現在跑都沒有了 那隻金槍都彈掉了 你看到他全程都沒有什麼位置 再加上千四嚴短 但是這次我覺得 當然啦 你說WIN都是難的啦 這些馬 如果你說要在這組贏的話 都好超才贏得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一件事就是 WIN難但是有機會博批 估計 現在不知道他什麼賠率 但是估計他的賠率 位置應該都好分 因為跟這一站馬跑呢 他有輕綁自離 在路程加多100 我就喜歡這件事 那麼起碼那個檔位 四檔又不差 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有分頭 那麼可以買多少少他的位置 那麼我覺得這隻馬呢 純薄位置 那麼當然三重彩四重彩呢 你夠僵的話 你不找金槍六十做膽 你找他做膽呢 媽手有意外的驚喜 OK 好了 跟大家重複一次我的心緒先 我的心緒第一 第七場 國際的二級才啊 跑千六的 選七場六啊 乙龍共舞 那麼希望呢 真的啊 在海船門見到阿貞哥之縣呢 又見多一次 哇 真是好像喜劇之王 張柏之南 這個周星馳那樣 看見阿荒仔呢 就像阿倫仔那樣 巴巴 抱著他啊 不過也挺難的 我想 可能跑更多的賽事有機啊 不過大家記住啊 位置要緊 OK 另外我兩位拍檔呢 張老師和Mathy都有一些 重心推薦給大家的 最重要是 看完你吃老台呢 大家一定會有些得著的 起碼都 如果覺得我不行 那些 你們一定有得著啊 飛走去都行 OK 希望大家有多些 拜拜